动物温泉 在美丽的奇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 森林中央有许多清澈水池 动物们常常聚集在这里 喝水、洗澡和聊天 鲁啦啦鲁啦啦 森林的水真的好干净啊 在这里洗澡真舒服 口好可爱 水池的水冰冰凉凉的 真好喝 嘿嘿 我要准备跳水咯 哇 我们来玩水吧 在这森林里一边泡茶一边聊天 真不错 动物住在这奇异森林里好快乐 可是有一天傍晚 森林的水池突然冒出浓浓的白烟 动物都吓坏了 你们看 水池又在冒烟了 我们快回家吧 哦 糟了 这下不能洗澡了 我们一定要想想办法 老虎 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别担心 交给我好了 我来想想 森林里胆子最大的老虎 每天晚上都到水池边观察水的变化 嗯 水池的水闻起来有点味道 让我用显微镜来看看水的成分吧 老虎拿出了显微镜 仔细观察 还试喝了一口 最后直接泡进水池里 就这样用尽各种方法 经过好几个晚上 终于做出了结论 嗯 看来冒烟的水只是热水 泡完还很舒服 我要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动物得知结果后 纷纷相约晚上一起去水池泡温泉 嗯 热热的水泡起来真舒服呢 泡完温泉水 感觉我的皮肤会变更好呢 呜呀 以后我们再一起来这泡温泉吧 动物泡完舒服的温泉都睡着了 还做了一个美梦 睡得好饱啊 诶 我的身上怎么会有老虎的纹路 啊 我的斑纹怎么会变成乳牛的花纹啊 怎么会这样 我变成斑马条纹了 哦 不 我的身体怎么会有花毛纹 这是谁 为什么你看起来像是一只猴子 现在 动物的花纹都变得不一样了 没想到连性格 习性都跟着改变 兔子像老虎一样凶猛 老虎 你不要跑 快说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森林里还看到猴子跟猫熊互换了花纹 猴子坐在地上啃竹子 猫熊居然在爬树 鹦鹉还发出乌鸦的声音 我的声音变得好奇怪 我也不喜欢睡上黑压压的羽毛 老虎心里想 花纹改变有可能跟温泉有关 于是他请大家晚上再去泡一次温泉 看看花纹能不能变回来 现在大家都泡在一起了 花纹真的会改变吗 嗯 花纹有在变哦 但感觉好像不太对 感觉是变得更复杂 救命啊 我的下半身怎么变成黑色的啊 我的身上已经有猴子纹 现在还多了花纹纹了 啊 我下半身变斑马纹了 这下该怎么办 动物们泡了好一会儿 不但没有变回原来的样子 花纹还变得更复杂 老虎突然灵机一动 我知道了 我们应该要两个两个一起泡 大家来试试看吧 好啊 好啊 就来试一试吧 大家听了老虎的建议 看到黑色鹦鹉和彩色乌鸦一起泡 果然花纹成功变回来了 大家开始赶紧去找有自己花纹的动物 相约一起泡温泉 猴子 你身上有我的猫熊纹 我们来一起泡 好啊 跟你泡完 我也要去找有我的猴子纹的动物一起泡 就这样 动物通通都变回原来的自己了 为了不再弄混身上的花纹 大家在温泉旁做了标示的牌子 有老虎池 斑马池 猴子池等 有了各自的水池后 动物还想到 如果以后办化妆舞会 这温泉就可以帮上了大忙呢